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方便的地铁电车 那就是大家的首选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来跟大家讲 我刚都已经讲了 现在每天不知道多少人就是拼了命的 拼了命的要往外跑 所以如果你接下来有规划的话 要出国的话可以来拼拼看 是不是有哪些刚好这是你要去的城市 你可以怎么样的来运用电车 而且你要知道一些跟电车有关的知识 今天来到现场的 就是这一次他们的刊物 特别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欢迎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 邝介文 哈喽 介文早安 哈喽 童文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 东亚十二城捷运点线面 是 对呀 所以这个是另类火车 类火车 因为火车它就是跑比较远 大家知道 可是捷运它通常就在城市里面 但有的地方如果比较小的话 其实它也可能是城市跟城市之间相通的 对对对对 就不见得是只有单纯在一个城市里面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 也是因应大家要出国吗 其实是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前一阵子 因为中秋廉假的时候 台铁罢工嘛 你也说欢迎大家乘累火车 那我们的交通部就发明了一个东西 叫累火车来接驳大家回家 那你那你那 可是那个时候的累火车指的是游览车 对对 然后我记得看那个新闻照片 还有那个游览车 外面还拉一个红布条件 欢迎大家乘累火车 你觉得它很幽默就对了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种东西 它其实绝对比旅游大巴还要更像火车 对你看大家就说一直以为累火车是巴士 因为那其实是一个新创名词 好所以那个又给你一个这个idea 讲累火车 但是我想你可能也是自己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也很喜欢搭电车是不是 是是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一出生的时候香港就已经有地铁了 而且地铁对香港市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香港地铁好久哦 对 毕竟它是1980初期就已经开通了 真的好久 对 所以呃香港地铁 那你不要说日本有很多地方地铁也是旧的要命 超久的 哦纽约地铁更旧 纽约地铁超恐怖的 很多地方那个纽约地铁超恐怖 然后讲到地铁 嗯伦敦的地铁 嗯 我第一次去伦敦 但是我没有办法搭到地铁 因为我去采访伦敦地铁爆炸案 他们整个地铁网路都被炸掉 但是我们还是有看到 嗯 那更古老 伦敦是更古老 所以其实地铁在一个城市里面 也是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耶 对 所以其实 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北捷 现在已经通车了26年了 然后最近几年还推出这个 1280月票吃到饱的方案 就是造福了很多通勤族哦 所以我觉得不管对市民朋友 还是观光客来说都非常重要 你想想看哦就是观光客 地铁站 可能就是你每天吃完早餐 走出饭店之后 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那对我们市民朋友来说 可能就是我们每天下班之后 踏出办公室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所以就是他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嗯 你刚刚有提到你在香港长大哦 其实呃 会很羡慕 因为我们去香港玩就会觉得香港呃 真的好方便 是 就是交通方便 就你刚刚说的这个地铁真的是四通八搭 香港 而且香港真的是不要开车啦 因为他那个路很小 然后实在是这个塞车时候太可怕了 如果大家觉得台北塞车很可怕的话 香港是可怕十倍的 所以真的不要自己开车 但重点是因为他的公众的这个网路做的好 所以让你可以不开车 对 对 那重点是 每一个地方出来都有好吃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香港 我们是搭着地铁去吃东西吗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也访问到一个青岛地铁的董事长 那问他说 哎 地铁到底是为什么必须要每个城市都争相要盖地铁 那他说其实呢 地铁除了要节省时间 节省空间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换来发展 对 所以有一些地方呢 他明明本来可能很荒凉 但是一带了地铁站之后 哇 那个房价就十倍飙涨 就适应来一大堆shopping mall等等 对 哎 你说你小时候啊 三年级就来台湾 对对对 那然后回忆你的小时的香港记忆哦 不是像我们想的就是 很多吃的哦 是 而是地铁 对对对对对 我还记得那时候搭 从尖沙嘴到金钟那一段 嗯 然后每次搭那一段呢 我爸就会跟我说 啊那是海底隧道 我们现在在海底 嗯 我就一直以为窗户外面可以看到什么海龟啊 珊瑚 海豚鲨鱼之类的 其实我们也一度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误解 哈哈哈 就第一次听到哇哦 对 香港有海底隧道 是 可以搭那个搭火车那时候搞不清楚 然后搭火车可以经过哇哦 那也确实也有想过 就以为很像那种日剧男女主角在逛水族观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那个是一个蛮深的记忆 对对那另外就是其实虽然说地铁外面窗户外面是无奇马黑 但其实香港的车站非常缤纷五颜六色 然后我跟我妈妈都玩一个游戏就是当那个列车广播 下一站天后 下一站铜锣湾 我们就要比赛看谁先猜出下一站的车站到底是什么颜色 哦每个车站颜色不一样吗 对对对 而且它是有规律的 真的啊 对比如说黄大仙 它理所当然就是黄色 对对然后还有蓝田就是蓝色 那红堆一定是红色 对没错 是哦 而且钻石山还真是有一点一点的钻石像在墙壁上 那个应该是后来有有重新去去整理过吧 没有没有 他一开始的设计就这样啊 因为他一开始在80年代通车 然后据说80年代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市民朋友是不试字的 所以要如何让他知道到底要在哪里下车 就用颜色来区分 嗯就看到黄色就说啊原来这是黄大仙我该下车了 嗯哦真的啊 嗯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理由就让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想到不同的市民他们的需求 对对好所以呃有很多的这个捷运冷知识哦在这一次旅读的东亚十二城捷运点线面欢迎搭乘累火车哦他们这一次的做的这个刊物里面哦呃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点就是捷运冷知识我们就先来讲香港 就讲你这个小时候成长的这个地方 香港有个捷运冷知识是什么 其实不只是香港其实你会发现台北捷运也是世界上各个捷运都是就是在手扶梯旁边你今天下班上班可以去看一下 手扶梯旁边都有一颗一颗小小的凸起雾就很像我们攀岩时候会摸的那个颜点这个上次我有在那个网路上有看到是在叫大家猜这是干嘛对对对因为很多人猜就是防止像成龙在电影里面一样的溜滑梯从上面直接溜下来嗯对但实际上呢绝对不是因为成龙因为早在一九十二十世纪初期的伦敦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嗯那真的是怕因为很多人可能包包掉 然后什么钥匙掉啦然后尤其是地铁就常常挖很深一掉你可能就是掉到地下五层地下八层都有可能嗯所以就是呃建设了这一颗一颗的小点点做一个防滑缓冲的作用嗯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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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确实是怕大家滑下去啦但是不是因为怕大家像成龙一样从那个手这个旁边的这个手扶的这个部分爬下去所以这个是呃香就是这个街 然后捷运那香港跟台北台湾都有都有这个东西但是最早你说在伦敦就已经出现了好那再来台北台北的捷运冷知识是什么对网路上呢一直谣传说台北车站的捷运站是一个全球最大迷宫就是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台北人台北市民你就要把它丢在台北车站看他能不能走出来那我不是台北人 我在台北车站已经迷路过无数次真的很很难走哎嗯就是因为平常没有没有搭捷运或是没有常常搭捷运在台北车站下车下来真的是对嗯所以其实我一直很疑惑因为我是完全对于这个迷宫非常熟悉的因为每天都在台北车站转车 然后后来呢才知道说原来其实北截的每一个出口的编号都是有规律的嗯对他其实完全就是逆时钟方向编号然后呢逆时钟你一定要找到一号出口吗那一号出口到底在哪里呢那通常就是位在西北方所以你就找西北方的第一个出口然后逆时钟方向你就可以找到2345678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来画一下哦西北是这里西北是这里啊是所以这边是一对然后你的意思就是他是 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这样子哦对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少数的例外那就是因为有些捷运站可能盖完之后本来出口没那么多后来周边不断发展很多什么shopping mall地铁火车之类的他就开始盖新的出口那就会有例外嗯好所以台北车站这个北车迷宫如果你现在要记的话那借文就说他其实就是出口的编号是逆时钟增加 历时钟增加所以西北那个方向西北方出去那应该是哪里我想一下哦西北出去西北台北车站的西北出去大概就是北门的附近对往陶基桃园捷运对但嗯对那里是西北吗好对好我现在正在想台北的地图光是想就很难对因为就是 但是往陈德路的方向啦往陈德路方向应该是西北好所以这个是北车的北车迷宫之解再来伦敦伦敦的地铁我刚讲了他真的是非常古老如果我们觉得说哇香港的地铁站有点旧哦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地铁站不旧他只是因为人可能真的很多是所以容易就是使用率很高那有的时候在比较可能比较阴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他好像看起来比较旧但真的要说那个古老那伦敦觉得是 伦敦是最古老的吗对伦敦是世界上第一条地铁我记得对所以伦敦是世界上全世界最早发展地铁而且他们的地铁系统之绵密哦呃是真的令人太为观止哦我我之前呃就是因为要去采访伦敦地铁报价案的时候才去研究了一下伦敦地铁哇我后来研究完之后我真的对于他们可以在那么早的年代就 就有这么先进的都市的交通的规划的这个这个远见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那所以你看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完全就是命脉地铁在伦敦里面完全就是命脉所以恐怖工程要炸地炸地铁是这个是非常这就是命脉你看台北我们不要讲了好了我 诶我都为什么你知道记者就是这样我们那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台北那不要好了不要想伦敦你要告诉我们他他的全是他他自己的第一辆地铁当然是全世界的第一辆地铁其实本来不是载人的 其实算是载人他本来就是为了要解决伦敦的那个塞车的问题对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异想天开就想说反正地面上都会一直塞车我干脆把这个火车开到地底下好了嗯但是呢在当时 当时的火车还是蒸汽火车就是会冒烟的那种但是没想到这火车开入地底可能就是会引发一些空污的问题那尤其是当时的火车还算是半路天市的嗯所以就他那个是没有密闭的窗户然后甚至也没有屋顶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搭着那个急速类似矿车一样的地铁就钻入地底下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在游乐园搭呃云霄飞车的感觉嗯所以你说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矿车可是矿车 他没有没有顶啊对对对对啊所以他就真的是对就是这样对露出你的上半身在外面就这样开进地底那不晓得这个这个照片是当时的照片吗就这个对对对当时的地底车站好这真的是好久好古老的时候的照片这是1863年1月的第一条的第一条 伦敦大都会铁路它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小木箱没有车顶然后半个身体露在外面天啊那时候怎么做大不知道是怎么去搭车的对但当然也是因为当时路线蛮短的嗯所以大家可能撑一下就过了嗯所以在1863年1863年 人类史上第一批搭上地铁的伦敦市民他们享受的就是云霄飞车的感觉这真的蛮有趣的好再来看一下柏林柏林的捷运冷知识是什么对其实在东西德分裂的时候呢你知道分裂土地面上的土地你还可以很容易的划分 但是地面下又要怎么划分呢尤其是当时已经有三条地铁是贯通东德跟西德嗯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要来协商这件事情因为你带地铁穿过去等于是入侵对方的国土啊嗯那最后呢就决定其中的两条就直接停驶那唯一的那条还是可以过但是呢东德就算是有点半强迫就收费说啊那你必须要给我过路费嗯每年每年多少钱呢这个地铁才可以开通嗯 嗯所以这个原本是呃因为德国应该也是非常早期就做了城市的规划交通的规划但后来这个相连的土地被分割了嗯被分成了两个国家之后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好所以这个是柏林柏林呢他们也有所谓的小三通就是东德西德而且就是捷运的部分是因为直接国土相连好那除了这些捷运冷知识之外呃捷运上面其实有很多呃礼仪 我就是礼节啦比如说像在台北的捷运就是不能吃喝东西是不是大部分的捷运应该都不可以吃喝大部分是然后但是纽约之所以会这么久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们太自由了太自由了什么事都可以做对啊好像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有一些不成文的捷运捷运礼仪这些所谓不成文就是他没有被写出来要罚钱但是你如果做了会有人白眼你 你是这样吗对对对哦真的吗对对对是台北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是没有写出来的但是你会被白眼的台北捷运嗯比如说比如说在车上把这个手机声音开得很大对对或者背着后背包你没有就是没有拿下用手提哦对对对这些好像不是说你你这样不行因为如果说你是在捷运上吃喝就是直接可以打钱对对对是那刚刚讲的那些呢 就是会说不要影响到别人可是呢你还是有人会做对不对那这个听起来也是蛮合理的因为你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应该把声音开到你大对对对对然后背背包后背包这件事情可能是说在尖锋时刻人潮很涌挤的时候你可能多背一个后背包就少一个人可以进站进车厢我真的很少在那种急的时候搭捷运那不然要怎么办拿在手上对就拿在手上好我们等一下回来看看哪些 捷运今天的一同去交游呢很有趣我们来看看呢这些类火车各个城市都有所谓的类火车就捷运了那类火车是刚刚呃这个借文有说之前台铁创造出的新名词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个返乡搭搏这个客运呢接驳公车客运车那呃我们回过来刚刚有讲到一些各国的捷运地铁的冷知 那这次旅读他们做这个专刊的时候呢还有一有一部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有可能是不成文礼仪里面有一些各个地方不一样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可以理解但有一些真的很诡异哦所以我们再请这个旅读杂志副总编辑邝建文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不成文的捷运礼节先来讲新加坡好了新加坡有个 不成文的捷运礼节是是他不可以携带榴莲上车而且不只是捷运他连公车都不行我可以理解啊因为不喜欢榴莲味道我不喜欢我超怕榴莲味啊嗯对啊所以可是东南亚国家不是很爱吃榴莲对所以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台湾旅客去东南亚的时候都会想要我要买一个产地直送的榴莲来试试看它的味道那这时候我要回饭店那怎么办呢我又不可能就是 拿这个榴莲在街上走路对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它唯一的方法就是请那个店员现场敲开它嗯然后你就准备一个保鲜盒然后一颗一颗放在你保鲜盒里面密封带走因为节运上它是不可以带一颗完整的还没打开有刺的榴莲等一下等一下那我问你你把它敲开了之后一颗一颗你的意思是说把果肉挖出来把果肉挖出来然后用保鲜盒封采就不会有味道了吗对哦真的啊对它其实一来 一来是怕那个味道二来呢榴莲真的是可以当武器使用哦对那整颗拿去K人真的是会受伤是好所以呢这也是蛮妙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许新加坡如果有这个规定的话他们卖榴莲的店家应该也都知道可以帮客人这样处理对对对对这样处理好有趣哦就是打开来把那个外壳丢掉把里面的这个果肉弄出来保鲜盒装好就可以带上这个大众运输工具这会罚钱的吗不会不会但它它不会 但是它会有贴着一个标签在那个墙壁上然后就告诉你说不要带榴莲而且而且这个太容易被罚钱一个一大它不带显眼而且它味道也很重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家要注意到的礼节另外来看看首尔这个真的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不能理解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尔在捷运上有一件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做的对他不能够化妆不能够当庭广众化妆这为什么不能够化妆 不行 而且他是怎麼講 你可以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時候來的一個不成文規定嗎 他其實在首爾沒有直接告訴你說不能化妝 反而是在東京先開始 東京的地鐵他真的是拍了一個宣導短片 告訴大家說在捷運上化妝不禮貌 那這個捷運短片推出之後呢 引起很多的踏法 他就悄悄把他影片下架了 但實際上首爾還是有這個不成文的規定 在捷運上化妝不禮貌嗎 對他們日本跟韓國人 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只要我出現在陌生人面前 我就必須要是一個完整的全妝姿態出現 沒有啊 所以那我如果今天是那個不化 就是素顏 我不能上電車嗎 當然是可以 如果你願意的話 所以就是說你不化妝 不能有這個動作 不能有這個行為在地鐵上出現 這真的就是日韓的那種 你知道重男輕女 然後男性男性的那個主義很高張的狀況之下 才會覺得女性做這件事情是不禮貌的 你們有人覺得女生當眾化妝是不禮貌的嗎 我常常這樣做 哈哈哈哈 我常在比如說 然後要去咖啡店坐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化妝 哈哈哈哈 那不會化歪嗎 眼線什麼的 我跟你講 我連開車我都可以化妝 這麼厲害 對 我因為沒有 因為我早上開車的這段路很塞 我常常那個 我有大概一半的時間 其實都是挺著不動的 所以我就會在挺著不動的時候化妝 當然不可能邊開邊化 但我的妝都是在我 如果我有化妝的話 我的妝基本上都是在我來上班的路上就化完了 我覺得化妝 我覺得化妝這種事情要浪費在家裡面做 或是到辦公室做 辦公室我就覺得不適合了 因為辦公室你就應該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 玩可能完妝狀態你就要開始工作了 當然是在交通公路上化 我覺得最適合化妝的時候 就是在交通公路上 還好我沒有搭捷運 不然就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我在那裡化妝 好 有人說那塗 塗口紅算嗎 不曉得 塗口紅對有點難分辨 如果塗護唇膏跟口紅 那到底要怎麼界定呢 對啊 好啦 anyway 所以反正日本真的是有做出一個影片 實在是很不能理解 但後來被罵翻就撤掉 那也許這幾年對他們來說 女性就鬆了一口氣 因為戴口罩反正也不用化妝 但現在你看以台北來說說這個口罩拿掉在戶外 在戶外 然後就前面就說開始什麼化妝品熱賣啊 我就覺得哪有什麼好熱賣 一定還是大家都戴著果然 你這兩天有看到什麼人拿下來 對啊 大家都還是戴著啊 台灣人就是一個非常好 就我覺得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家口罩存貨實在太多了 一開始大家買太多了 原本你家還有很多嗎 看著他不戴毛也不戴 而且進進出出要拿太囉嗦了 對對對 就是繼續戴著 好 來我們再來看看東京 東京有兩個不可 對不對 對 其實很奇怪喔 在東京你不可以讓座 但也不是說真的不行 只是他讓座有一套SOP 就是你不可以明目張膽的讓座 你知道在台北 大家就是讓座 就是覺得為善一定要讓人家知道 就是動作做得很誇張 然後聲音講得很大 所以婆婆請坐 這樣非得要全車廂的人 都看到你讓座不可 但是對東京來說呢 就造成他們很大的困擾 他們就覺得說 哎呀怎麼辦 要是你讓給我坐 你害到你沒有位子坐 這樣好像覺得我好像很需要座位 然後很傷我的自尊心這樣 所以在東京呢 如果你要讓座 你還要演一齣戲 就是假裝你真的要下車了 就是要開始東張西望啊 是不是這一站 然後開始收拾包包 然後站起來就直接馬上離開那個 被你讓座那個人的視線之內 哦 這是一個很貼心的想法啦 但問題是對於要讓座的人來說 也未免這個 就是內心戲要太多了 然後壓力還有點大 而且有時候會讓到不該讓的人 有時候你就這樣走掉 搞不好是別人跑去坐了那個位置 嗯 好 所以這個是讓座在東京是不行的 嗯 大家都沒有在東京看過讓座的 就是地鐵上看過讓座的事情嗎 好像真的沒什麼印象 對好像真的沒有 嗯好再來還有通話不可 不能講手機 對不能講手機 它也不是不可以聊天 它不是怕那個音量 它其實是怕那個電磁波 哦 對因為其實東京搭電車的很多都是長者 那長者可能心臟會有一些問題 那他們可能有加裝這個心率的起搏器 那這個手機的電磁波 很容易影響那個起搏器的運作 所以萬一你在他旁邊講手機的話 可能就會讓這是攸關生命的問題 所以就是請大家在東京搭鐵鐵千萬不要講手機 嗯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些不成文的捷運擬結 大家剛剛還在繼續討論化妝 其實在捷運上要化全裝真的也有點難 因為你沒有一個台子可以放東西 我還在研究這件事情 我當然沒有在捷運或是什麼火車上化 捷運高鐵我畫過 哦 因為高鐵有小桌子 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對 然後所以我高鐵 因為我通常比如說 我要趕去一個地方開會 或是要趕去一個地方演講 那我就會來不及的時候 我就會在這個高鐵上面畫眼線 畫眼線貼睫毛之類的 眼線睫毛真是很高端 因為我想說如果只是蜜粉啊 或者是粉底那也就算了 因為粉底那些都有 在之前你可能都有弄好 但是那個細畫是真的需要做下來的 那種這樣 但我覺得捷運有點難 捷運我自己仔細的在想 在捷運上畫全裝真的蠻難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放東西 我也還在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化妝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最後當然還是要講 我們剛剛講 尤其是香港 我不知道為什麼地鐵跟美食 就會扣在一起 對我們就看說 坐地鐵坐到哪一站出來 就可以吃什麼 所以我們還是要請在香港出生 而且10歲以前都在香港生活的借文 來跟我們介紹幾個香港地鐵的周邊美食 對其實我自己最推薦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彩虹站的牛池灣村 吃他們的燒鵝 燒鵝嗎 對 彩虹站原本是一個非常偏僻 非常郊野的地方 但是最近因為打卡的問題 大家很喜歡跑去彩虹站附近 一個彩虹村打卡 因為它那裡的烏村 就是真的是把他們的外牆漆的五顏六色 很多人喜歡去那邊拍照 那我想說既然都去那邊拍照了 請不要忘記就走到它的對面的牛池灣村 來吃一下他們的燒鵝 那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偏僻的郊野 所以真的不是一般觀光客知道 也不是一般旅遊師會提到的 彩虹站在哪啊 它在那個黃大仙 在下一站鑽石山 沒有 我大仙都還沒去過黃大仙 太遠了 我覺得 是 我去香港那麼多次 是遊客啦 一般遊客不會去超過旺角以外的地方 因為黃大仙都是去拜拜嘛 是 對 那我就沒有那方面需求 對 怎麼那麼好 我很多東西要拜 黃大仙廟不是都拜姻緣嗎 哦 對不對 雞也有啊 也有拜財的啊 真的嗎 我怎麼記得以前都是求姻緣要去黃大仙廟 好 所以我都沒有往那個方向去過 所以這裡就是靠近那邊 對 靠近那邊 好 新智新至尊燒鵝大王 看起來非常好吃 還有一些港店 對 好 就是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再來還有 對 還有呢 曾經在台灣曾經開店過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它又悄悄的關起來了 就是滑掃兵室 滑掃兵室 對 這裡有什麼好吃的 最好吃呢 就是你看它那個照片 大家開得出來這是什麼蔬菜嗎 其實這是香菜 這是香菜 對 香港人吃香菜是這樣的 我們台灣人吃香菜 就是葉子撒幾片這樣上去嘛 但是它是連根帶葉 整把整把大把的撒滿進去煮湯 這看起來怎麼不像香菜啊 對 它真的就是香菜 欸 那它煮熟變成煮菜 因為台灣吃香菜是生的撒在上面 對 是 那這個煮熟之後還是那個香菜味嗎 不會了 就不會有了 哇 原來如此不敢吃香菜的人可以嘗試一下 對 我覺得是可以挑戰一下的 這個是皮蛋圓 然後是這個煮熟湯底的公仔麵 皮蛋圓衰 對 圓衰 圓衰 那旁邊那一坨是什麼 就是烏蠅肉 哦 你知道很多人也不敢吃皮蛋 這一碗集很多不敢吃的東西的大臣 皮蛋圓衰 公仔麵 看起來很棒 黃耳掃兵士 這是在關堂展對不對 對 是 另外還要來看到的是這個是 英雞麵家 英雞我吃過 英雞有吃過 尤其是台灣很少有潮州食物 對 但是香港的潮州食物 還是有歡迎的 那所以就推薦大家 如果早餐你已經吃膩了港點 也吃膩了茶餐廳 不管 不免來玩那個粥粉麵飯也好 對 對 所以英雞麵家的潮州的麵食做得非常好 這是在什麼站 就在西銀盤 西銀盤蠻新的 就是大概最近十年才出現的一個新的車站 好 最後來介紹一個深水部站的新香園 對 深水部站也是最近香港旅遊局 在極力推薦的一個地方 因為以往是不會有觀光客去的 它就在旺角再往上大概三四站左右 對 然後那邊都是非常平民的食物 所以你就看起來超餓的 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格吃到米其林必比登 哇 太棒 謝謝借文 這是這一期的旅讀雜誌